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试着认清我是什么和我想要什么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有名了 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地孤独 希望能被大家理解 他是艺术史上最知名的大师之一 同时也是最神秘的艺术家之一 他出身贫寒 习惯底层社会的生活 他的作品却多在为上流社会服务 他的作品很有争议性 即使他只想要做个与世无争的影视 但是却常常必须在聚光灯底下 在艺术浪潮的最前端战斗 他私下是个非常活泼的人 他喜欢穿的松垮 舒服的衣服 但是却常常被迫要西装革履 装得很高大上的样子 在权贵之间游走交际 他乡下人的口音就是别人眼中的香巴佬 让他跟高雅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拘束 所以他在大型的社交场合都不爱说话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你一定看过他的画 他的画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他就是奥地利的伟大艺术家 古斯塔夫·克里姆 虽然在私人的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但他其实就是一个跟我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普通人 被世界推着往前走 他越出名就让他越想逃避 晚年几乎都躲在他的工作室里面 能进他工作室的就只有三种人 客户、模特、还有喵心人 这位大师完全不在乎喵心人在他的工作室里面肆虐 把那些四人眼中珍贵的手稿全部抓个粉碎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普通的艺术大师 看看他的生活 然后再来看看艺术是如何支撑着他 透过艺术来表达内心 希望他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862年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周围的一个小乡村 一个毫不起眼的金雕师傅恩斯特·克里姆 除了大女儿之外 有了第一个儿子 叫做古斯塔夫·克里姆 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 这个小男孩后来会变成至少影响世界 直到21世纪的大人物 金雕师傅恩斯特·克里姆 之后又再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一共有七个小孩 然后他的基因非常强大 他的三个儿子都是艺术家 大儿子古斯塔夫是个超级大画家 二儿子跟爸爸一样 也叫恩斯特 长大以后长时间跟大哥一起画画工作 三儿子则是个雕塑家 日后大哥有很多的画框 都是三弟帮忙做的 克里姆其实是一个姓 所以他们其实全家都是克里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就把我们熟悉的这个大师 称作是克里姆 其他的兄弟我就用名字称呼 克里姆的家里一共有九口人 再加上他爸爸是个金雕师 这不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工作 所以小时候的克里姆生活环境不太好 一家人经常搬家 14岁的时候 克里姆开始在维也纳的应用艺术学院 学习绘画技术 主要是在墙上画画 装饰房子 后来他的弟弟恩斯特 也变成了他的学弟 他们两兄弟的才华 让老师非常欣赏 所以老师就很热心的 把他们推荐给很多的客户 他的项目就越做越多 慢慢的有了一些知名度 当时维也纳有个专门画历史画的大师 叫做汉斯·马卡特 是业界大佬 整个1870年代 甚至被称作是马卡特的时代 可见他的地位有多高 原本维也纳的艺术史 博物馆是要请他去画装饰壁画的 结果他画到一半 却忽然患病一年早逝 那博物馆的墙面还要有人继续画吗 这个机会就落到了 当时还慢慢有名气的克里姆身上了 当时的人甚至把克里姆称作是马卡特的接班人 所以我们就能知道当时的克里姆是有多出名 如果现在去艺术史博物馆 在这个楼梯上面 我们就会看到马卡特和克里姆的画作 这些画离地密有12公尺高 一般来说要近距离的观赏是不太容易的 博物馆方面曾经在2012年和2018年 各有一次组建了一座克里姆桥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克里姆的画作 可惜还是看不到马卡特的画 画这几件壁画的时候 克里姆大概是28 29岁 可以称作是克里姆早期的代表作 人物已经有他的风格 画里面结合了很多艺术史的说法和原件 比方说这个雅典娜 就是结合了两个经典的雅典娜形象 雅典娜普罗马克思 就是拿着长矛的雅典娜 还有一个是雅典娜帕德嫩 就是拿着圣丽女神的雅典娜造型 这个雅典娜身披金色灵甲 上面还有蛇法女妖眉杜莎的头 传说中雅典娜普罗马克思的右手是指向南边 克里姆画的是左手拿毛 刚好跟代表埃及的天空和皇冠女神奈赫贝特相接 埃及在希腊的南边没毛病 这些图画中使用的造型、元素、符号 都是有研究和考古依据的 比方说出于哪一个埃及的石棺之类的 没有一个是随便画的 可以看出克里姆当时是非常的认真 克里姆30岁的那一年 发生了几件影响他整个人生的大事 首先是7月的时候 他的父亲老恩斯特去世 紧接着在12月一直跟他画画 新婚都还不到一年 同样也叫恩斯特的弟弟也跟着过世了 克里姆连续痛失两位至亲 非常的难过 这个让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还有死亡所带来的东西 死亡这个主题从此在他的画作里面挥之不去 同时他的画作也越来越都表达内心情感的东西 比方说他后来接受维也纳大学的尾托画了三张学科画 分别是哲学、法学和医学 虽然大学要求主题是光明战胜黑暗 但是克里姆每张都有浓浓的无力感 痛苦、悲伤和死亡 有很多抽象的不明实体的东西蔓延在这些画里面 当时克里姆把第一张画作哲学画完交给大学的时候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差点没有吐血昏倒 我猜想他们希望看到的哲学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依克里姆在艺术史博物馆的壁画来看 应该要画得很漂亮才对啊 结果克里姆教上来的画居然是长这个样子的 一堆痛苦的人几层人柱 好像要通往天国一样 看得就让人压力三大 后面若隐若现的人脸是人面狮身像 底下那个会发光的头就是雅典娜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雅典娜被彻底黑化了 所好的公民战争黑暗了 怎么看起来都比较像是黑暗在吞噬公民吧 所以87名大学教授集体联署拒绝接受这张画 而且社会上还掀起了一波对克里姆的批评声道 说他破坏了这些学科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 如果是现在面对大量的舆论批评 可能很多人不管自己是不是有道理的 都会先道歉平息风波吧 但是克里姆就算是被骂到臭头 他还是很坚持不肯妥协 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 还是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式 把医学和法学两张画都给画完了 尤其是法学 画面中的老罪人一般就被认为是克里姆的本人 画完这三张画以后 克里姆就不再接受公共的委托了 转具画风景画跟人物肖像 这也是他后来画出很多伟大作品的开始 这个风格转变在艺术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克里姆之前并没有画家这么强调 用画来表现人的心理状态 这种想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 后来好几位大画家 比方说像席勒 科克西卡 格斯特等等 甚至后面还直接衍生出表现主义这么一个名词 在19世纪末德维也纳 出了很多关注人性心理的大事 不知道是不是社会给人的感觉太过的压抑 人们都想要心理上的自由 比方说拥有一身背景的文学家 斯尼兹勒 就用小说来表现人的心理层面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 在1899年11月出版的《梦的解析》 直接用专业医学的理论来支持 人的心理是有潜意识的这个观点 他们的主题或多或少都跟信有关系 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要突破 被现有社会阶层所压抑的禁忌 享用自己的作品来冲撞体制 达到精神自由 所以今天又有人会把维也纳 称作是心理分析师的故乡 这三张画是克里姆极为重要的作品 不过在二战的时候被战火给烧毁了 现在可惜只有黑白的照片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本来的颜色 虽然有一些科学家希望借用AI的人工智慧 分析克里姆的用色 把它色彩还原 但是那也不是本来的颜色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沈州 这次又聊到了克里姆 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在沈州的时代帮人在墙壁上画装饰画 是非常低贱的画工 但是克里姆却是帮人画装饰画开始 一路画成大师的 沈州在意的是画家的人品 但是克里姆呢更在乎人性的自由 不知道如果这两个人见到面会说些什么 现在只要提到克里姆的艺术风格 大家就会想到两个词 黄金和装饰 而这两个元素呢 始终扮持着他的人生轨迹 从他出生开始 他爸爸的职业已经雕失 就是在处理黄金和装饰 而他的整个学习过程 也一直是脱离不开黄金和装饰 最终这两样变成了他一生绘画的风格 最常被人提起到的两个词 所以在艺术方面 这一面克里姆的成长轨迹非常的明确 在很早以前克里姆就找到自己了 艺术一直在给予他支撑 我觉得他的话里面有一种坚毅感 这大概就是来源于克里姆对于自己的了解 即使他成名了 有钱了 他也没有迷失自我 就算作品饱受批评 他也没有妥协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就是艺术给他的底气 这期视频也是回应观众朋友 希望继续聊一下 有关绘画和内在这个话题 也顺便简单说一下 心理学和绘画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内容很多 没有办法全部放在影片里面 主要是怕影片会太枯燥无聊 以后如果有补充的东西呢 我都会放在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多留意描述栏 如果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帮我按一个赞和订阅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金钟照 我们下期再见